大家好,我是阿Kin老師 阿Kin老師好 好客人,你好 老師在旅行的時候有時候到一些 就是比如歐洲國家或是比較北邊的國家 可能受到氣候的影響 頭皮反而會出油 然後頭髮會變得比較乾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呢? 其實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有時候因為常常飛來飛去 尤其是空燒或空姐 或者是做一些常常需要出差的一些朋友們 都有個問題 就是溫差還有這個常常飛來飛去 在飛行的時候 頭皮也顯得比較低耳 對不對? 然後頭髮又因為燃燙 或者是本身頭髮就是疏忽於保養 而變得乾燥 就所謂的頭皮油,頭髮乾,該怎麼辦? 而且又在旅行的時候 你不可能帶來很多頭皮或頭髮的護髮產品 那手邊應該都會有一些護膚的產品 那首先呢,頭皮油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茶樹的這個原料的這個凍膜呢 把它取大概十塊錢一片的大小 在我們的手指上面 因為剛剛說到 我們的頭皮油 就可以利用茶樹這個消炎跟舒緩的這個功能呢 把它放在我們的頭皮上面 頭皮的話我們就盡量就是 靠近我們這個頭皮的地方 這樣子做 先把它均勻地抹在我們的頭髮 頭皮的地方 然後再拉出十塊錢 這是第二個十塊錢 所以一共二十塊錢 所以前面是十塊錢 耳朵前面是十塊錢 耳朵後面就可以用 另外一個十塊錢的茶樹洞膜 然後把它一樣是放在頭皮的地方 來做一個均勻的按摩 這是用你的指腹 用另外這個指腹的地方 然後很均勻地旋轉地做按摩 在頭髮的根部 頭皮處呢,這樣子轉 旋轉 大概是一分鐘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呢 你的頭皮就會變得很輕鬆 整個人也會變得很有精神了 那你的這個頭皮呢 這個所謂的出油狀況呢 就會得到一些舒緩 那如果頭髮像這樣子有染過 那這個 該怎麼做保養呢 其實剛剛也有提到 可以用這個森玫瑰的這個 玩弄膜 也是取適量之後呢 放在我們的手掌上面 像這樣 然後再拿出我們的這個玫瑰果 玫瑰果油 看頭髮的長度 還有頭髮乾燥的狀況 可以放置在這個玫瑰 森玫瑰的這個動物裡面 再把它稍微混在一起 這樣子就有這個玻尿酸 還有森玫瑰 再加上這個玫瑰果油的這個 護髮的這個功能 會梳枕之後 從髮中間的地方 慢慢的 將這個頭髮 由上往下 順拉的這個處理 然後越來越快 然後慢慢的做這樣 有點像拍打的動作 然後到髮圍 好 建議大家在頭髮濕的時候 來做處理喔 這樣效果會更好 這樣子的話 在旅行的時候 沒有這種護髮產品 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 手邊的一些 保養的這個護膚的產品呢 用在頭皮 用在頭髮 就可以解決 這個頭皮以後 頭髮乾燥的一些問題囉 好 做到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